好,以下是针对我们在善乱执着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提起自己 我要立刻提起决心 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的灵性又被肉体控制了 这条感情线主宰了我的肉体 我的灵性在这一瞬间忘记了保持亲密 让我的心被感情带动了 这些的观念非常重要 此刻不管你现在是在烦恼痛苦 甚至种种的妄念 记得一定要让我的观念 我立刻止住 不让这个肉体继续被感情给控制 这不是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要记得不管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小孩 或者是所有的工作的职场 所有的人 每一个都是抱恩抱怨好债还债的这个弱项作用力 强项作用力 电池力 万有引力重力 这个代表的都是一个能量 意识流动的拉扯 所以要记得 一定要让自己的灵性重视自己的父母亲 跟我们的灵性有非常大的违背的时候 自己要下指令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要念佛 我们从十念佛 就用这样子的念 让自己不断的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样子的一个音频呢 你就会看到塔利了 所以塔利就是 本宇宙当中 法界常生 就在这一刻发挥最大的能量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说 我的清静心 我的清静心当下来 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对世间产生的好奇 你越好奇这世间的话 就越容易被这个肉体 也就是我们这个设身控制着 所以因为呢 我们发现这一股可怕的力量 就是肉体 肉体会被 所有的世间种种的这一些 因为你好奇 因为您对世间种种的一切 不明就里 没有深入佛法 了解到佛 告诉我们的万法为心 你就会被这个可怕的力量 带着走了 所以这个可怕的力量 就是我们这个肉体 本来就是属于这个世间 那这个世间呢 本身就是无量的苦 就是从苦苦 坏苦 辛苦 这三苦 还有我们所谓的生老病死苦 还有求不得苦 爱别利苦 愿真会苦 甚至无量的苦 何为无量的苦 就像我们现在 虚菌病毒 整个风唇 或者是整个呢 现在又不断的 有新的Omicron 现在又新的 NOTCH3 这个是针对 我们台湾跟中国 就是说有这个 19对的染色体的 这个优质的 它会产生 那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肉体 跟这个世间呢 你有产生恐惧害怕 你有贪嗔吃麦 也就一拍即合了 所以这个世间的任何的人 事物 一定要特别记住 这个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 因为这个 无名的能量 这个就是黑暗的力量 也就是呢 灵性跟肉体 本来就是要透过 我们的灵性 不生 不灭 我本健康 我本喜乐 我本圆满 我具足了 灵性不生 不灭 不病 不恐惧 不害怕 不轮回的 理解之后 你祈愿 就在每一个当下 透过呢 其实佛 是代表什么 是觉 觉知觉醒 那我们只是让他守 我们透过色 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找回真正的心 心法 就是找回万 就是心佛众生 是一体的万法 都在我们内心当下 这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 但是佛陀 在一方米里面呢 不断的就是要让我们 从肉体来体验 哪个地方不舒服 了解到这个臭皮壤 是来警觉我们的灵性 不被这个肉体的 所有种种一切 境界带着跑 所有的人事物 所以为什么会从 华严经里面的 离世无外 世世无外 其实都在表达此刻了 祈愿 今天你听到这个影片呢 一定要更加的用心 回到直升 最重要的念佛 不断的念得越熟越熟 你的心就安静了